光 tattoo урい人 歡迎收看 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東玲 大家好 我是楊秀慧 來... 我們今天請到兩位來賓 跟大家聊的是 堅持夢想不怕摔倒 堅持下去就對了 每個人都有夢想 但是什麼時候會達成 這個有時候要看你八字夠不夠重 有時候很早就成功 就是一句 有時候到四就拚不成功 今天八字很重要 所以偶爾要找老師算一下 看是要鼓勵一下 還是老師會說你不妨轉念 是 這意思就是可以轉行這樣子 來…歡迎我們蜜老師 首先歡迎李玉培老師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Amanda老師 大家好 來 接下來歡迎關靜老師 大家好 來 歡迎兩位來賓 他們算是堅持夢想成功的 對 首先我們歡迎郭忠祐 嗨 來…接下來我們歡迎楊哲 嗨 今天兩位都出專輯 你怎麼會開心 首先楊哲恭喜你 推了新專輯來 嗨… 現在穿這麼帥的歌星 真的 很少見 我們的愛 對 我們的愛 這首歌是我出道到現在可以 就是最重量級的女歌手 跟我合唱的 是哪一位呢 就是文豪祭耶 這個龍頭大傑 龍頭大傑 龍千里 龍千里龍大傑 你這是第幾章 第十二章 哇 十二章耶 十二章耶 對 很強耶 很強 所以我兩年都在這裡挑戰老師 老師都會勸我一些 開頭的歌手 然後 還不錯 待會兒來好好聊聊 他很勵志的 來 謝謝楊哲 來 請坐請坐 謝謝 謝謝 恭喜恭喜 好 來 接下來 鍾佑 郭忠祐也推出了新專輯 余夢 OK 余夢 好久不見 余夢 余夢 來 這個我拿 余夢 對 就是一語雙關嘛 什麼意思啊 余夢 台語就是希望的意思 哦 這個意思 希望 我想說余也會做夢這樣子 也可以這麼解釋 對 但是主要就是一語雙關 就是窮班希望的意思 很有詩意耶 是 然後這首歌現在也是八點檔的主題曲 哇塞 出了一個新專輯 馬上可以變成八點檔的 對 連續劇的主播歌也真的很厲害 剛好那個時間點有到 我接到 對對對 這張專輯比較特別的是 MV啊 因為我拍了四支MV嘛 MV它有 它的劇情是有串聯的 就是四支看下來 它是一個故事 像連續劇這樣 對對對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MV 哇 真的聽起來 比楊哲的有創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怎麼這麼說 沒有啦 沒有啦 人家楊哲的那有大牌 對啦 我們這一次也是八點檔的 你也是八點檔的 他的 我另外一首跟我的師妹 彈思琳合唱是 他是片頭 我們是片頭 喔 對 請坐… 謝謝忠祐 來… 忠祐你是 是 歌唱比賽出來嗎 對 我是明日之星出來的 明日之星 好厲害喔 所以你會想出唱片當歌星 其實是為了原爸爸的夢 因為我爸以前 就很喜歡唱歌 嗯 而且他是那種 會帶我們全家人 一起去KTV唱歌的那種 這麼可愛 我有六個兄弟姊妹嘛 就是會帶著我們六個小孩子 然後跟媽媽 就是一家八個人 這樣去KTV唱歌 我的媽媽很會生耶 那所以你… 對 從來很會生 就是你們家裡感情很好 非常好… 非常要好 然後因為我小時候很害羞 我其實拿到麥克風 我就不敢唱歌了 對 我是後來自己逼自己 站上去舞台 對 然後爸爸在你比較年輕的時候 就離開了 差不多是我國二的時候吧 所以你爸爸有… 特別知道你們小孩子裡面 就是你特別有天分 唱得特別好嗎 其實我姊姊跟我哥他們 也都還算… 還算滿會唱的 但是我特別喜歡表演 就是我特別喜歡 跟…比如說他們開車啊 或者是幹嘛 我都會一直唱歌 我是最吵的那一個 他們都會跟我講說 你吹去聽 對 我常常被我家人這樣講 吹去聽這也太難聽了 應該說你在吹高雷 吹高雷 對 就是我是特別吵的那一個 我是特別吵的那一個 但是你爸爸有想到過說 有一天你會出唱片 對 他應該沒有想過 因為那時候我才國二 我應該還沒有特別… 你國二爸爸就去世了 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還沒有 很明顯地表現出 我想要往這一條路發展 是 那你後來第一次出唱片的時候 有沒有特別跟爸爸 我第二張唱片 就是選在八月八號的時候發 為什麼 爸爸姐 特別紀念就是送給… 那你有拿CD去爸爸的墳前 放歌給他聽嗎 我是沒有這樣做 你應該要這樣做 這叫做 可是我心裡 可是我心裡一直有在 就是跟他講話 對啦… 我剛剛是跟你開玩笑 真的要讓爸爸聽到你出唱片了 美妙的歌聲 爸爸也在天之靈又得到安慰 其實我那時候 從選秀節目過關之後 我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他一定有看到我 對 就是… 他默默在保佑你 對 對吧 所以爸爸年輕的時候 他自己本身有過歌手夢 他有夢這個是媽媽講的 然後 他也有說過說 他年輕的時候 他有去跟那個 一個前輩 方芮兒前輩他們 喔 配你們這麼重量級大牌 對 他們有一起 好像是在一個什麼班 在一起過 不是啦… 一起唱歌 一起唱歌 就是一起學唱歌還是什麼吧 對 哇 那很老資格了耶 對 但是後來因為 家境的關係 就是他就沒有往那條路發展 那忠祐 現場是有沒有 親唱那首歌 對 不然我唱我 那時候明日之星 過十關的那首歌好了 那首歌也是送給爸爸的 喔 也是關於爸爸的歌 叫 彎仔提彼 洪榮洪大哥的歌 遠在天邊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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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相… 愛移留人 來… 、 你… 身… … 你… … … 我滴脈手來 飲到大水 好聽耶 好會唱喔 難怪可以過五關十六角 真的 哇 十關耶 楊哲壓力很大喔 我早期是過二十關的 哎呀 哎呀 楊哲過二十關耶 我們當時的那個節目型態 是要過二十關 我也是選秀出來的 對 他也是 過二十關的那首來唱一下嗎 你要記得 秀慧姐 你如果說 趕快嫁個老公 或說誰得趕快生個小孩 我做伯父很開心 就是會有這種期待 那小孩子就會喜歡 就往父母那個期待 讓他去滿足 對 這個小聽話的小孩 給我二十關的那首來唱一下嗎 你要記得耶 我好像忘了耶 那我唱那個 人紅了就忘了 對 欸 你要嘲存感恩之心耶 挑戰的那一 第一關的歌 也好 你感到的心意我 好 來 請 唱歌 八分 八分 飄過虛冰山 親唱地雲 陌咧咧酒壯 阿 月娘啊 她也知道 大手腳 照咱咱的面 好厲害啊 喔 兩萬四角 上坡又下坡 九萬十八角 真的 其實我覺得忠祐她唱的是 比較新式台語歌 對啦 對 我覺得她的歌 她的歌感覺跟妳的不一樣 她是聽起來清新 清新 這聽起來就是 很有那個 演歌 演歌 比較本土味的 對 好 我們現在要來請教一下 關靜老師 什麼樣的生肖命格的人 比較會聽爸爸媽媽的話 好 那我們來跟觀眾朋友分享 最聽爸爸媽媽的話的生肖命格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鼠老鼠的 農曆生在二月八月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我們從小孩子的天生課 只會感覺到說 譬如說 爸爸媽媽跟這個小朋友說 待會媽媽呢 會先去姑姑家拿個東西 所以妳晚上呢 先自己吃完晚餐 妳就寫好功課 自己先睡了 不要等媽媽了 但是如果這個小孩子 他在農曆二月跟八月 尤其他是老大的話 他呢 就知道爸爸媽媽可能晚回來 他會先照顧弟弟啊 吃飯啊 洗完澡 看完功課之後 可能這個老大 可能又會把自己的 今天的這個吃飯的碗 洗完之後 然後呢 把明天的制服也準備好了 然後就會 把所有大小事情弄好之後 他就會先睡覺了 所以等於說 生在老鼠二月跟八月的小孩子 他除了爸爸媽媽給他一個指令之外 他另外會把所有事情先 沾前顧後先把它做好 對 這是數老鼠的 農曆二月跟八月的朋友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來 生肖數碼的 如果農曆生在四月跟七月的朋友 他常常會聽到爸爸媽媽講說 那個 篤霖哥 如果你呢 考一百分 國瑜喔 你上次考八十五分 那爸爸媽媽就很高興 那結果呢 篤霖哥就很開心 他就有一次 就是國瑜考一百分 他就跟爸爸媽媽講說 你看你看完一百分 其實他是討爸爸媽媽歡心 生肖數碼的 他會聽父母很期待的 這一個方向 然後小孩子會去滿足父母的期待 那甚至有一些就是說 長大之後啊 那我們就會講說 秀惠姐啊 你如果說啊 趕快嫁個老公 或說誰誰趕快生個小孩 哇 我做伯母很高興 就是會有這種期待 那小孩子就會喜歡 就往父母那個期待 讓他去滿足 喔 對 這個就叫聽話的小孩 我個人就不是 不是 我是一百啊 有一隻偷看旁邊的 就旁邊他的寫錯 害我都猜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一下 生肖數兔的朋友 生在農曆五月跟十二月的呢 這一個呢 蠻特別的 就是說有一天啊 這個小朋友 在幫爸爸捶背的時候呢 那爸爸就口頭 可能念念一下說 不要啦 你工作也累了 你這樣替爸爸按摩的話 沒關係啦 到時候我們如果有能力 可以買一台這個按摩器 或是這個按摩椅的話 你就不用那麼辛苦了 因為這小孩子 他就默默的 就默默的肯存錢 存押税錢 打工的錢 他就有一天 可能一年 兩年 三年之後呢 他就實現 爸爸或媽媽的要求 說按摩椅 送到家裡來了 哇 這種小孩 他就是會記在一輩子說 我的爸爸期望什麼 媽媽期望什麼 放在心裡面的 這種小孩也蠻窩心的 真的 對 最後一個 生肖數雞的朋友 那如果說我們家裡 有小孩 跟剛好數雞生在農曆 三月跟十一月呢 這個會跟爸爸媽媽 站在同仇敵慨的情況 為什麼呢 如果爸爸媽媽今天 可能跟親戚啦 還是跟他叔叔伯伯啦 還是朋友啦 可能有摩擦 那我們大人都會聊天嘛 都會講到說 我今天跟誰怎麼樣 有誤會了 那小孩子從小聽聽聽 他就會跟著爸爸媽媽 也對這個人 可能他就會有抗拒 反感 偏見 他覺得他站在爸爸媽媽 同一陣線的 我要守護爸爸媽媽媽 我爸爸媽媽不喜歡的人 我就全力去抵抗 所以他這也是聽一種 爸爸媽媽的話 如果這位小孩 我如果想辦法 我生五歲都知道 一個跟三個五歲 一個跟三個五歲 一個跟三個江山老 媽媽喔 一夠的希望是 你們可以 大家拚命去轉身 好好啊 好好啊 好好的事情 你如果不小心生到 楊澤這樣的兒子 為什麼 楊澤長得那麼帥 對不對 又出唱片當歌星 又一路這麼順利 可是他偏偏愛做生意 想當生意人 想投資當老闆 但是他越做越有 是 你上一次來我們節目當中 我們知道你欠債 欠了多少錢 最早的時候要一千多萬 欠到一千多萬 唱片的錢全部都拿去 賠光光 結果去年本來要把還債的錢 拿去還債 結果又拿去投資火鍋店 受爸爸的影響 我爸爸很努力在賺錢 媽媽也很判斷 然後我小時候就看他們 那麼認真努力在賺錢 小時候就受到他們影響 你知道嗎 我不是真正喜歡 一定說要去投資做生意 是因為 我爸爸媽媽在地方 算說 沒有了 就是看起來覺得很判斷 做到有一個生意 有頭有臉 對 那我小時候就是 要唱歌之後 慢慢要怕用唱歌這條路 我們爸爸媽媽是犯罪的 然後唱歌沒有什麼前途 買了我就很堅持想要唱歌 然後又基於說 我沒想要讓我們爸爸媽媽 感覺說 我是一個不是那麼出息的小孩 就唱歌一定 不一定 現在的時機沒辦法賺到錢 對啦 因為一餐沒一餐的 然後我又想說不然 做一個生意 然後讓他們放心 我說我直接有一個生意 有一個收入 有一個吃飯 對 出發點很好 都是為了愛 然後 結果投資幾次 最早就是有投資唱片 唱片 也虧錢 然後後來又賺錢去還 後來又去島主做一間 全台灣最大間的餅店 一千兩百平 然後我就想說 拿唱歌 然後如果在那裡做一個生意的話 多少有一個 收入的 一切的出發點 都是為了要榮耀父母 是 每一次都害父母很丟臉 對 為了不要讓父母擔心 結果更擔心 更擔心 對 當時其實要唱歌 又要做生意 其實不容易 而且我是開在屏東 我就要錄音 都要站在北部 要唱歌 還要離開屏東這樣 然後就 要不是出唱片 芒果店就成功了 對不對 後來就 因為兩邊沒有辦法煎 減鍋 結果那邊就做得不好 倒掉了 分爭罰術 對啊 後來就 所以這一次本來要還錢的 這個錢都準備好了 怎麼又去投資火鍋店 又意外的 投資多少錢 兩百多萬 兩百多萬 怎麼樣的意外 就是因為我朋友 他們有開一家火鍋店 然後他裡面的股東 要轉投資 然後有一次 我就禮拜六 禮拜天 去他們的店 然後就 哇 生理 欺負媽這樣 我說 這個也算是一個 蠻好的機會 因為我那時候 還有欠一些錢 想說如果再轉投資 能不能賺一點錢來 轉得快一點 賺多一點 對 就比較可以快還錢 對 讓爸媽有面子 對 結果我打下去之後 經過了十個月 那人格總格 有這些筆劃的人呢 他之所以是老闆面 是因為第一個 這個人他不敢屈心於人下 第二個他不想被別人管 第三個他認為 當老闆賺得最多 可是呢 卻忽略了 老闆也有賺錢的老闆 跟賠錢的老闆 嗯 結果我打下去之後 經過了十個月 嗯 連一毛錢都沒有拿回來 哇 可是你那一天去看店的時候 都客滿啊 對啊 根本就禮拜六禮拜天 是臨時演員嗎還是 Sakura Sakura喔 對啦 沒有 真的 一個都領五百多 吃火哥還可以領錢 對啊 那個環境那個 我投資的那個點 他是拜六禮拜的人很多 平時就比較沒有人 所以說 幾乎都是做假日的生意 所以說 就是 後來就是我 好像就是說 清零十個月之後 都沒有花錢嘛 然後又要進入那個夏天了 嗯 然後我就股東開會說 啊夏天 在冬天都沒有賺錢 那夏天怎麼辦 可能會虧錢 啊要來想想說 啊不然這樣 我的股東 股份你們 給股東先 看我可以撩一些 給他們吃就這樣 結果他們覺得 這個點好像 也不好做 他們就說 啊我沒有錢 要跟你吃股份這樣 啊後來我就硬著頭皮說 不然乾脆我現在 反正我又已經 北漂到高雄了 你說屏東 哦從屏東北漂到高雄 嗯我已經住在高雄了 我就乾脆跟股東說 我在增肢 然後把整個店 就吃下來做 變獨資這樣 對 又花了多少錢 還有一小股份 哦朋友還有 你又投入 投了多少 買股份 後來又增加70萬左右 然後就 重新有一些 啊鍋具什麼 又換新的 然後又裝潢一個冰店 對 我的芒果冰店 吃燒 吃冷都有啦 吃燒 吃冷都有啦 對啦 那我現在是蠻 還蠻認真在 在 在 在搞這間店 好 你十個月過去 你前面投資兩百萬 那個兩百萬 你賺來本來要去還錢的 對 後面 十個月都沒有賺錢 你想要賣股份 人家說也沒錢了 沒辦法買 你又去借70萬 把人家股份買來 其實我是半賬啦 連老哥 後來我就是說 又做了一種 那個叫做什麼 票券嘛 我們那種抵用券 餐券啦 對 餐券 我先去賣餐券 然後一部分借 然後一部分去賣餐券 你自己印餐券 去賣 對 員工幾個人 就是說另外 員工現在好像差不多 快十個人 快十個人 一個月 一個月要多少 二十 二十幾萬嘛 因為有一些是打零工的 正值的都三萬多塊 對啊 管銷呢 每個月薪水管銷 房租 水電 至少六十萬左右 你接多久 我如果沒有做到八十萬以上 可能就要再借錢來貼 所以你目前 但目前都有做到嗎 都差不多 這一兩個月可能比較小月嘛 因為浪費要十幾天 一個月就要吃十天 然後就生意比較差一點 所以我這一兩個月 有小小的貼到本錢 你這樣子在看電視的人 買你票券的人 現在是割在等著 現在如果沒有一天去吃你五點 恐怕一百點吃不完 二十點吃不完 要怎樣 變成廢子 每天早晚都去吃 所以說 還要繼續給我吃一吃 票券賣餐 讓我再撐過去 這個有老闆命 有老闆命 那我們現在就來請教一下 玉佩老師 怎麼樣筆劃命格的人 比較有老闆的命 其實在我這個命理生涯當中 我發現了一個規律 中國人特別愛當老闆 真的 你看有個大學畢業生 有一些大學畢業生 他連社會都還沒有出 社會歷練都沒有 來算命就先問 老師我能不能當老闆 甚至有很多人 在職場上面 其實他已經做得有聲有聲 很穩定了 他還是不甘寂寞 也會跑來問 我能不能適合跟人家合夥當老闆 可見了 在中國人心目當中 當老闆是一件很光宗耀祖的事 那麼當老闆 真的要有老闆的命 我們先從姓名學的角度來分析 到底是什麼筆劃的人 他就是有老闆運 我們要看的是人格跟總格 所以大家把人格總格的筆劃 拿出來算一算 像郭忠祐來講 忠祐他的人格是23 總格是33 那楊哲呢 楊哲加起來是23 可是如果是用黃陽哲來講的話 他是25人格對到35的總格 好 那我們這個筆劃 不分男女對到的人 男女投論 都代表他有老闆命 好 我們先來揭曉 人格總格如果出現了9 19 23 兩位都有 24 然後呢 30 32 34 35 39 跟41的人 這個都是有老闆命的人 但是我要話說在前頭 想要當老闆 不僅要有老闆命 還要有老闆運 更要有老闆的智慧 因為也許每個人都有一個老闆 老闆的夢 但是不見得每個人都適合當老闆 因為創業這一條路 真的是很辛苦 有多少人因為當老闆 而讓自己負債累累 那人格總格有這些筆劃的人呢 他之所以是老闆命是因為 第一個這個人 他不甘屈膝於人下 第二個他不想被別人管 第三個他認為當老闆賺得最多 可是呢 卻忽略了 老闆也有賺錢的老闆 跟賠錢的老闆 所以也有這些人 他雖然是老闆 但是他累積了好多當老闆的經驗 也就是說這個行業 他做失敗了 他就換另外一個 再換另外一個 他永遠都在當老闆 可是他永遠都賺不到 老闆該有的利潤 但是呢 在性民學的格局來講 這些格局呢 我們稱它為領袖格 也叫做強人格 那這些格局它共同的特徵 就是人格總格有這些筆畫的人 他是一個不滿現狀 而且呢 他一直要出人頭地 他都有這樣的一個念頭 尤其是男人 他念之在之 他這一生他就是要創業 他覺得 我如果沒有那個老闆的頭銜來試一試 我簡直是白來了 人間這一回了 其實女生有這些筆畫 他也不含糊 女生有這些筆畫的人 她的能力也超強的 其實在工作上面 他是可以跟男生分田抗禮的 所以好多這些筆畫的女生 也跳出來來當老闆 所以我們中國人又有一句話叫做 臨危機首不作牛尾 這些筆畫當中有大老闆 有中老闆 可是呢也有呢 單打獨鬥的個體戶 可是呢 他們要的就是名片拿出來之後呢 好歹我也是一個負責人 我對自己當老闆的這個意念呢 我有了一個交代 所以在姓名學的統計當中 當老闆這些筆畫是排名前十大的 那如果觀眾朋友 你的人格或是總格對到了 剛好呢你又是一個老闆 而且是一個賺錢的老闆 那我真的是要恭喜你了 因為呢你不僅是老闆命 你還走到了老闆運 甚至於呢你還有老闆的智慧 所以你當然賺錢囉 可是呢如果觀眾朋友 你知道你是個老闆 可是是一個賠錢的老闆 哇那這個時候啊 你就要好好想一想囉 你可能是空有老闆命 但是呢你沒有走到老闆運 你也欠缺了老闆運籌帷幄的智慧 那與其你在那邊流血灌溉的 一直在賠錢 我倒建議你好好好的冷靜 思考一下 真的放下你的身段 有的時候啊 該換跑道就換跑道 一定要停止 停損 要懂得停損 我覺得人最難過的一件事情 最難的一件事情就是 任賠殺出 不是 放不下身段 撕不下面子 解不開情節 前兩天我在網路上看到 郭台銘他一句話 我覺得還蠻受用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說 如果你吃不了老闆的苦 你就不要做老闆的夢 但是我覺得 我個人還覺得 你光具備吃苦 這個條件 是不足以撐起老闆的壓力 各位去看看 所有成功老闆的背後 都有厚厚一本不為人知的血淚史 所以老闆當然每個人都想當 但是仔細想想 老闆這個工作 真不是人戰 是啦 講到厚厚的血淚史 楊哲一定有 他這個老闆的格局 數字也有了 23 對不對 我就說老闆有分賺錢的老闆 跟賠錢的老闆 一名也有 本名也有 他兩個都有 所以他這次火鍋店 應該可以撐久一點 應該有老闆病了吧 他們的人生很樂觀 不管遇到什麼樣的挫折打擊 他覺得沒關係啊 我今天晚上好好的睡一覺 這個儲存好體力 明天再戰一場 他們會覺得 反正只要人有一口氣在 我都有這個機會 他們其實是可以學習的 你知道嗎 就是說像他們自己 鎖定目標之後 然後抱持著一個學習 去改善自己不好的 這個地方的心情的話 他們會越來越趨向成 老師 他的這個老闆的格局 數字也有了 23 對不對 我就說老闆有分賺錢的老闆 跟賠錢的老闆 一名也有 本名也有 對 他兩個都有 所以他這次火鍋店 應該可以撐久一點 應該有老闆病了吧 你有沒有合夥 說實在的 算有一個合夥 但是他不管事 好 因為楊澤的命格 他是屬於單打獨鬥的 不太適合合夥 那如果說這個生意 合夥他只是出錢 他真的不過問事情 那還可以 那就要看你的運了 看你的運勢 你還可以撐經營的很久 但是如果這個合夥人 他既出錢 他又要管事的話 會因為合夥人的因素 你的合夥會破局 所以你的命格可以當老闆 但是單打獨鬥 所以有多少能力 就做多少老闆格局的事情 最怕有的人 這間店賺了心一大 然後我去投資別的店 所以往往都是本店賺錢 他分店在賠錢 然後拿本店的錢 去貼分店的錢 所以你說他有沒有賺到 加減乘酬 他賺到一個爽 因為本店賺 可是口袋裡面沒有 白忙日常 真的 不過有時候說不定轉念 就是說 你原來想從火鍋賺錢 嗯 你為什麼沒有轉念想說 你從賣火鍋卷賺錢呢 對 火鍋卷 我最近應該運有一點開 因為最近有一個 那個連鎖店的老闆 他本身他已經做很成功 多拿資 老闆來找我 他說 他的旗下還要想要再開發火鍋店 然後有找我要合夥 然後 要拿我們的這個 湯頭的店 然後就 就是算是跟我一起 要去開發加盟這個區塊 祝福運 好 祝福一下 給他信心 聽到你的湯頭 我是 你知道嗎 會發到去腰 好的 那我們現在 再請教Amanda老師 什麼樣的星座的人 是打不死的蟑螂 對 我們趕快看看 什麼樣星座特質的人 我們真的是韌性非常強 都會堅持到底 好 我們看星盤當中呢 自己的太陽星座 月亮星座 還有上升星座 這三個部分來觀察 好 像郭忠祐的話 太陽在金牛 上升射手 月亮也是牡羊 好 楊哲的話 太陽也是射手 上升是天蠍月亮 在巨蟹座 我們來看第三名呢 如果是有在摩羯座的朋友 好 這個特質是因為 堅持目標 內心強大 其實我們觀察很多 真的是這種專業人士 或是成功人士 多多少少帶有摩羯座的特質 好 那但是呢 摩羯座的人 他們成功不是那種一帆風順 好像人生生下來 就是含著金湯池出生的 很多摩羯座特質的人 他們是人生當中還是有挫折 辛苦 只是他們沒有放棄 你去問一些這種摩羯座的人說 為什麼你能當老闆 為什麼你會賺錢 他們說很簡單啊 成功只有一個秘訣 就是走到終點 也就是說 當他們一旦設定目標之後 沿路上 他覺得那都是那種小小波折 小小的那種過程 終點才是我要到達的這個地方 所以呢 他們會用一種 這個堅持到底的態度 另外呢我們講摩羯座的人 他們很會參考經驗 比方說今天一個摩羯座的觀眾 看了我們節目之後覺得 我也好想跟楊哲郭忠祐一樣 當這種歌手 我覺得出唱片的感覺好好喔 他們可能怎麼樣 那我就開始去 他們都是參加選秀比賽出生的 所以我也趕快去報名參加選秀比賽 那可能第一次海選就被淘汰了 他想那他們應該是有去這個補習班 或者是去找老師 摩羯座的人很能夠記取經驗 不管是自己失敗的經驗 或者是參考別人的經驗 他可能去打聽說 楊哲說有些人在教音樂 那我去學 或者是去參考他們是找 什麼樣的方法練習發聲 慢慢的 像楊哲現在有在賣火鍋券 我跟他買涼豆 打好關係 他會教我唱歌 對 搞不好再多去吃幾次 對不對 我吃成熟客之後 就問他到底怎麼技巧的 搞不好他也會拉把我進好幾 真的 買四本進豪記 就早要40本吧 就要40本 買40本火鍋券進豪記 就摩羯座的人 他們會這樣子鎖定這個目標之後 慢慢的 然後會按照自己的這種經驗值 然後去累積這個經驗 然後朝著這個目標前進 非常的有這種強大的內心意志裡的 第二名呢 我們說是射手座的朋友 原因在於抱持信心彈性很大 我看兩位來賓對不對 忠祐的這個上身射手 楊哲太陽射手 都帶有這種特質 我們說射手座的人 第一 他們人生會把目標放得遠 他們知道我現在處在什麼階段 但是我心中其實在內心深處 不管是說出來 或者是我自己寫在日記本上 我都有一個對於未來的目標跟規劃 所以呢 像忠祐說好了 我小時候其實就很喜歡唱歌 雖然這個兄弟姐妹覺得我一天到晚 這個什麼好像牙齒痛啦 在那邊吵 但是我就是想要唱歌 他就會把這個當成我的一個目標 然後呢射手座很棒的特質是 他們人生很樂觀 不管遇到什麼樣的挫折打擊 他覺得沒關係啊 我今天晚上好好的睡一覺 這個儲存好體力 明天再戰一場 他們會覺得反正只要人有一口氣在 我都有這個機會 加上射手座我覺得他有一個優點 是可以發揮的就是什麼 如果我們講摩羯座 我們比喻他們像定存 射手座比較像是去買這個期貨 什麼意思 買期貨你不是亂買 你是要去觀察要去學習的 你要先知道我買這個投資 我這個標的物 到底未來的發展會怎麼樣 好不是那種瞎忙一場 隨便亂買的 所以射手座的人 他們其實是可以學習的 你知道嗎 就說像他們自己鎖定目標之後 然後抱持著一個學習去改善 善自己不好的這個地方的心情的話 他們會越來越趨向成功 那為什麼說射手座的人彈性很大 他們有一個很奇妙的情況就是 今天如果我月收入十萬 可以我吃得很好用得很好 我過得很開心 但一個射手座 如果面臨到人生的一些挫折 我變成月收入兩萬 我每天青菜豆腐我吃得健康 他們也覺得挺不錯的 就是會去只要知道目標在哪裡 我有一口氣在都可以繼續努力 第一名我們說是天蠍座的朋友 因為咬緊牙關 只稱到底 天蠍座的朋友就跟前面射手座很不一樣 我們說射手座他們是一個樂觀開朗 對不對 覺得我只要太陽升旗 我又充滿了希望 那天蠍座的人 他比較像是俄國文學作家 他就說人生並不是一個遊樂場 所以我們沒有隨便放棄的權利 意思是什麼 只要頭洗下去了 我就得做到底 所以呢 假設像楊哲好了 我說我已經讓大家知道 我就喜歡當老闆 我就適合當老闆 每個人都說我有老闆命 那我不能夠中途放棄啊 如果一放棄這個面子在哪裡 對不對 就是我一定要拼著一口氣 撐著牙 這個撐到底也要當成老闆 是喔 對 土耳師太跟你說 叫你不要開 你不要開 哈哈哈 對 其實我剛剛看了一下楊哲的這個星盤 你看我們先講 因為他講了很多 他做了很多事業 但是都沒賺錢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要先來檢視一下 你關於你的這個金錢觀 這個很重要 來 我們講星盤當中 每個人的星盤 金星跟木星 這兩個行星 可能跟你怎麼運用金錢 你的財富是有關聯的 是喔 對 像忠祐好了 金星在射手 對不對 你的木星在水平 這是你的一個 對於金錢的特質 木星是獅子 對 木星是獅子 所以像忠祐 他也是那種花錢起來 就是只要他想花的錢 他會非常大手筆的 會有點這種特質 就是說對自己好 或是讓自己買的東西 會開心的話 他其實是會花錢的 金星是花錢 對 你怎麼賺錢 怎麼花錢 都可以觀察這個行星 那像楊哲好了 他的金星在天蠍 木星在牡羊 對不對 不過他的金星 你看跟旁邊一個天王星 這兩個行星都在天蠍 所以綜合揚軸的星盤 他花錢其實是非常的衝動 他花錢非常的衝動 加上他上升天蠍的一個影響 他個人的星盤特質 他其實是沒有理財官的 就他對於整個金錢的運用 是非常模糊 所以很可能旁邊的人 一慫恿你 一跟你講一些這種 好像這個有機會 楊哲就會把錢投進去了 對 就是 我說你要知道自己這個盲點 其實這個是有好 這個優點 但是也會成為你 最近一直都沒有 累積到財富的一個盲點 再來就是楊哲個人星盤 他的這個事業工的幾個領域 綜合來看的話 他其實是真的是非常大器的人 就說他不做生意則已 一做他一定是要那種很澎湃 很做大的 對 那他的話我會給他一個小小的建議就是 其實你找到一個你有興趣 因為像你講的 你都是開跟餐飲有關嗎 也許你對這方面是有興趣的 你要做有興趣的這個領域 然後你可以參考一些 國外的一些經驗 就是特別是他的星盤特質 不要只做本土 你可以把那種 國外跟本土怎麼結合 就是引進國外的產品 或者是參考國外 現在有一些什麼新的 老師你這是要讓他去代理 國際品牌麥當勞 或什麼之類的事 這個我覺得可以參考看看 我就說他可以參考國外的意見 或者是如果有引進有合作 然後改良成更適合在地的話 就是重點放在不能夠只有本土 你要有一點點世界觀 要有變化啦 譬如說因為他們家就是種山葉 山葉很多嘛 譬如說你說麥當勞 也許麥當勞夾山葉也很好吃啊 對 對 不是 這就是本土跟西洋嘛 很清爽嘛 就把麥在一起嘛 對 是不是 修惠姐給你了一個錦囊 要記得這個 放在身邊 對 是不是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也許對他來說 會更能夠創造他的財富啦 提供你參考 謝謝 來休息一下新的鍋 馬上回來 然後拜拜 你也不會特別注意什麼 然後我姊姊就說 就跟我媽說 我們那個神主牌上面 好像那個鍋好像不見 就是我們的性不見 然後就換新嘛 整個牌子啊什麼 全部都換新了 結果換新了之後 沒有換還沒事喔 換完之後 我哥啊 生意就開始虧錢了 虧很多錢 然後阿嬤 阿嬤也一直咳嗽 就是都不會好 一直咳一直咳 咳到現在都不會好 對 然後 就是 也不知道原因在哪 來來來來 人生除了事業要順遂齁 最重要家運也要顧得好 當然 家運好什麼都好 就是 忠祐說 你發現最近 家人的運勢 怪怪的 KK的 不然請了老師去家裡面看 主要是 神主牌的 等一下 神主牌的 信是不見的 對 其實這是我姊姊發現的 因為 因為我們都會回去阿嬤家拜拜 然後 就是平常拜拜 也不會注意什麼 阿嬤家就是阿公家 就是 對 老家 然後拜拜 你也不會特別注意什麼 然後我姊姊就說 就跟我媽說 我們那個神主牌上面 好像那個鍋好像不見了 就是我們的信不見了 它不是都有什麼鍋式什麼 對 然後信不見了這樣 然後就 我媽就請老師去處理 然後就換新嘛 整個牌子啊什麼 全部都換新了 就換新了之後 沒有換還沒事喔 換完之後 我哥啊生意就開始虧錢 虧很多錢 然後阿嬤 阿嬤也一直咳嗽 就是 都不會好 一直咳一直咳 咳到現在都不會好 對 然後 就是 也不知道原因在哪嘛 然後 那個 因為我媽她平常有在修法 她都會去到場念經什麼的 然後 今年剛好那個七月的超度法會 他們有舉辦超度法會 然後我們家有幫我爸 我爸做一個 他們說 因 跟陰界的功德主還是什麼的 陰界功德主 對 然後一做下去之後 我爸就馬上去跟老師要求說 要處理那個狗媽的事情 去託夢啊 就是 因為老師可能可以感應到還是什麼吧 他就說我爸有在要求說要處理 狗媽的問題 然後我們就 狗媽不是才剛處理好 怎麼又有問題這樣 也不知道問題到底在哪 然後 然後那個老師就說 要不我媽去調那個儲戶騰本 就是家族都有那個儲戶騰本嘛 結果一看之後才發現 原來是 我有一個阿祖 已經很久 已經過世八十幾年的阿祖 那時候過世的時候 沒有被弄進去 沒有被入坎 就是她的名字沒有入坎 沒有 要那個新廚牌來的 對對對 她沒有進去 然後 就是問題就很嚴重了嘛 然後老師就馬上幫我們再處理 就是再去把那個名字寫上去這樣 然後 說真的也蠻懸的 因為這件事情 其實前幾天才剛處理完 就是二十三號才處理 結果二十四號 我姐跟我媽又去 就是道場念經 然後老師就說 我阿祖在找我姐姐 就是叫她去拔杯 然後 也不知道 就是也不知道哪來的想法 她就那一天結束之後 她要回家 她就路上想說 順便買一張539 就是彩券 去彩券行買一張彩券 結果中了十幾萬 怎麼那麼好啊 真的耶 但有一點我想不明白耶 那不是說二十年後 又是一條好漢 那你阿祖都死了八十年 還沒有去投胎啊 那是 有的人說 你如果是 你有心事卡住 她就不會去投胎 就不投胎 其實這個才是讓我們覺得 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因為她 她那時候好像聽說 才三十歲就過世了 然後她已經過世八十幾年 等於我們 我們拜的啊 她都沒有收到 也沒有吃到 然後就是已經過世八十幾年 怎麼還有辦法去連結到 就是我們沒有去 她沒有收到東西這樣 就是她有不圓滿嘛 她有遺憾 所以可能沒有投胎 對 而且其實人生 你看你們之前那時候不順 可能也都是一些暗示 對 甚至到明示 但是我們都沒有去注意到 在點你 對 對不對 這一次 整理好了之後中了 十幾萬 中十幾萬 是真的 又出新專輯 你看 來 關靖老師 神主牌如果發生狀況 會影響哪些 我們的家育的部分 也算是一種提醒 當然 像剛剛那個 忠祐就有講說 你們家的神主牌 出現了 那個姓是都看不到了 對 或說自體模糊 一般我們來講說 神主牌上呢 我們會有很重要的 叫做唐號 那當然很專業 就是說我們 就是什麼樣的一個祖先 姓氏 那再來就是我們後代子孫 什麼人來諷刺的 這個非常重要 要不然這個模糊之後呢 我們就不知道說 我們每天在拜拜 到底是在拜什麼 這個就會模糊掉 那也有可能引進 這個第三空間的 我們不知道是為誰而拜的 有這樣的一個靈魂進來 所以老師這邊有提供 就是說我們講說 神主牌上呢 如果有模糊了 或是說我們有產生字體 已經掉了 這個時候 其實就給我們一個警訊 就是我們到時候要稍微看一下 就像當初是姐姐看到的 覺得說這個字不對了 有些機會掉 這個代表說 我們不能不明就裡的 來供奉所謂哪一個姓氏的 那個是我們要來留意的 因為神主牌也等於 在我們的祖先 他們的一個房子 就像我們的房子 門口油漆掉了 門牌歪了 對不對 回不了家的意思是一樣 叫門面 所以也靠著 我們把字體弄好 然後要留意他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般來講 我們有看那個神主牌 上面都還有生老病死苦的 這樣的排列 所以呢 有一些這個關於風水啦 還是說按這個祖先牌位 非常重要 萬一我們生老病死苦的 聖位不對了 當然就為家裡帶來了 很多的宅男的意外 那我們第二個聖位就來看說 神主牌呢 不能怎麼樣 不能後面有裂縫 老師這邊有大概提供一個 情況就是說 特別來看一下 我們一般的認知是有這個 這是有神明的 然後這邊會有祖先的 那有一種情況 為什麼他後面會對到必刀呢 有一種情況就是說 我剛好是雙姓的祖先 剛好我本來是供奉一個姓 可能剛好在這邊沒有錯 那後來呢 因為某某可能長輩 還是說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我必須供奉另外一個 姓氏的祖先 那有可能我把兩個姓氏的祖先 排位這樣子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說 雙姓的祖先 雙姓祖先中間會有個隔板 那有些被隔在這邊的話 我們可能那一個祖先 就會切到這個位置 有沒有我們祖先排位 就會出現這個位置的時候 那後面就會對到這個縫 我們統稱是必刀 跟我們講大樓的風水 是一樣的概念 一樣的 這個會特別出現在雙姓的祖先 那個神位神牌上 對 因為那個隔板 神主牌位上 有非常重要 要去留意的情況 那第三呢 當然就是說 我們在面對這一個 所謂台語叫神明彩 神明彩 那當然我們講神龛 它是平面的 所以一般來講呢 我們會 神明會供奉在面對 這個 神明彩的右邊 那祖先是在面對 神桌的左邊 一般來講 我們會有這種的概念 如果顛倒甚至說 它可能供奉錯誤的話 就會變成是 陰陽沒有辦法得逞 就變成說 那我們可能在陰陽方面 沒有辦法平衡的時候 有一些我們可能在弱孕 還是最近真的 我們身體狀況不好的時候 也容易會有犯精神啦 靈魂不定啦 鬼魅啦 好像還有就是 有點好像幻想等等 會導致家孕方面 也會影響到 我們的事業錢財 這都要小心注意 真的 他去福建問那四位的神明 都說他在懷孕的時候 四個月前 都說他是女孩子 都說他是女孩子 大概四個多 四個半月 我們就去驗 驗出來男孩子 我就當場就笑了 結果後來真的 我們又去問了之後 那個神明他有 大概說了一下 他是說 這個孩子原本是男孩子 後來是你哥哥把它辦掉 因為 但是我覺得楊哲好像運有在轉 楊哲最近有喜事 去年結婚最近當爸爸了 對 人家說一喜破山齋 對 所以他現在雙喜靈門 真的 你去年登記結婚說 老婆是小女十歲的福建小姐 對 兩年多前 快三年前 他們曾經有 在福建成立一個音樂協會 就是全民會 就是全州的那個閩南音樂協會 全州閩南音樂協會 對 然後我是受邀當那個顧問 對 然後就在他們的 就會拉一種 拉那個群 然後我就被拉進裡面的群 群組 對 我就進去之後 我就 裡面的人會在聊天 然後我就 莫名之中 就去看到我老婆 她有跟人家在那裡聊天 然後我就看到頭像 好像長得滿漂亮的 你是進去選老婆的是嗎 我就跟他們聊了幾句之後 後來就去私聊她 跟我老婆的 私家 對私家她的微信 然後她真的通過了 然後但是她一開始不認識我 她就都聽人家說而已 說聽說妳是台灣的那個歌手 出片歌手 我說對 妳不認識我嗎 她說我不認識妳 這樣子 她說一開始我就說 那妳可以去聽聽我的歌 怎樣怎樣 結果我們就大概認識了 快兩個月左右 就下手了嗎 沒有 因為沒有見面過 我就有一次剛好要過去表演 我就私底下跟她約說 那我什麼時候會去表演 然後她就說不然我來 廈門載妳這樣 去碼頭載妳 結果我 我一樓買頭之後 就一載成主婦這樣 對 其實我一樓買頭的時候 我走出去的時候 因為我當時我說真的 我比較不會穿著 我在夏天天氣很熱 我是穿了好像那個 你是坐飛機 抱紋的那個 那個長褲 抱紋的長褲 對 抱紋的長褲 對 抱紋的長褲 然後那個時候是大熱天 我又穿長靴 很有型啊 那是小的 你坐小三通鬼 小三通鬼 大熱天 但是你穿豹紋的長褲 又穿馬靴坐小三通 對啊 這樣 結果她 看到我走出去的時候 她鄉長看著我 嚇到 她說怎麼會這麼穿 這麼穿 這麼穿 這麼穿就是好像 很爽的意思 很爽 不用用幫我載車 結果她沒想到 那是你精心的打扮 對不對 想要給她看一下 巨星的風潮 對不對 那時候是 有那種意味 可能我都不算要穿著 穿著 穿著我就比較不會 所以我後來 就認識之後 跟她談 聊完就是說 談心之後 也覺得說 我還滿健談的 要不然我就 因為她要來 來見我父母親的話 就是要用那種旅遊嘛 旅遊 然後十五天就要回去一次這樣 就來來回回 大概 十幾次喔 十幾床 結果我就覺得說 反正有一點穩定 然後 交往了大概十個多月 我想說 要不然 登記的話 就是 可以讓她常住在這裡 對 結果我 交往十個多月 我就跟她登記了 這算很壞 對 算滿有勇氣的 聽手露燈 就是說 所以登 目前是登記 對 因為可以拿居留證嗎 可以 但是說 你這段婚姻是第二次婚姻 第二次婚姻 所以說我沒有辦 我在這裡沒有辦 再辦婚禮 你沒有在辦 你不想辦 其實不太想辦 因為第二次了 你不能這樣 你第二次人家 她是第一次啊 下次要補辦在福建 而且你辦 對不對 下次還要前一次婚呢 下次 就是說 我有承諾她說 要去他們老家那裡辦一個婚宴 不辦婚宴 對 不辦婚宴 那什麼時候要辦 她有去問過什麼 那她老婆都不急 你急什麼意思 逼問人家幹嘛呢 我老婆她們算是 也是很傳統的觀念 她現在也信心 然後她是說 小孩子大概到四歲的時候 才能辦 她說不夠四歲 而且她說 四歲以前 最好先不要叫我爸爸 小孩 是 你有帶全家福照片 我們看一下 像不像 你這個話是什麼意思啊 老公不能叫爸爸 好漂亮喔 很可愛耶 好可愛 老婆也漂亮喔 對 小孩好可愛喔 對啊 然後說到這個孩子 是滿離奇的 因為我老婆她很信神明 她去福建問到四歲的心靈 都說她在懷孕的時候 四個月前 都說她是女孩子 都說她是女孩子 結果後來 我們台灣是可以 米超嘛 就是可以去 去染嘛 大概四個多 四個半月 我們就去染 染出來女孩子 我就當場就笑了 我就說 不見得神明是四個心靈 還是輸我的米超 哈哈 結果後來真的喔 我們又去問了之後 那個神明他有 大概說了一下 他是說 這個孩子原本是男孩子 是後來是 你哥哥把他換掉 因為 我有一個哥哥 出事大概出事 就是一回的過往 對 就過了 所以後來去問了之後 他就說 你哥哥有想要把你的小孩 就是 給他 就是說 吃他的那一棒就對了 所以說以後要 要拜他就對了 做他的兒子 那意思 結果後來他就說 把女孩子又換到變男孩子這樣 好生氣喔 所以你這個兒子以後要 也是可以算你哥哥的孩子 對 後來我們去拜拜之後 有承諾 這也很神奇喔 因為你說 你說你哥哥小時候 大概一個月的時候就 過往 就過往 其實這個事情大概沒有講 沒有人會特別拿出來講 或者記得 可能連你老婆都不知道 這個事情 他一開始也不知道 對不對 問了之後我才知道 去問老師這樣講出來 對 很厲害 也蠻靈驗的 對 而且這個也是我們長大之後 我們才知道 媽媽以前也沒有替過 那既然現在他哥哥都跳出來了 那我對他的事業會比較有信心 但是雖然結婚很幸福 但是你覺得經濟壓力也變大了 對啊 現在要養老婆養小孩 當然經濟壓力就變大了 有時候我們要回去福建的時候 過年過節回去 那一次花了都三四萬的人民幣 對啊 有時候包紅包 然後回去有時候 要慶祝過年 我是省福建的女婿 我們回去就想說 請人去吃飯這樣 老了一下這樣 做足面子給太太 那她現在經濟壓力這麼大 我們就要請教一下玉佩老師 到底呢 要怎麼樣幫助我們楊哲先生 讓她扛起一個經濟 真的這麼龐大的一個壓力 那有什麼樣的擺設 可以幫助她運氣比較旺一點 對 Amanda老師來幫我們塔羅牌占卜 看未來一個月 我們可以戰勝什麼 要小心選喔 這個攸關於你們打歌的秒數 你要好好的選 分數越高唱得越久 分數越低也許十秒 前面的伴奏都不夠 好不好 不要有壓力 我們就請現場的來賓 還有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我們評第一直覺 從一號到五號 任選一個數字 我們就要請教一下玉佩老師 到底呢 要怎麼樣幫助我們楊哲先生 讓他扛起一個經濟 真的這麼龐大的一個壓力 那有什麼樣的擺設 可以幫助他運氣比較旺一點 好的 其實我們中國的風水學 可以說是淵遠流長 其中隱藏著一些 大家都不知道的風水學問在裡頭 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最常碰到的兩種風水煞氣 而這個煞氣呢 就是敗壞我們財運的煞氣 我們來看第一個煞氣 叫做開放式的廚房 這個叫做開門建造 那它會有什麼影響呢 它的影響就是錢財被解 財庫破損 現在的人很喜歡做開放式的廚房 而且現在的這種建築物 大部分都是做開放式的廚房 因為它給人家視野 也感覺非常的開闊 而且很舒服 可是老師一再的強調 其實廚房就是我們居家的一個暗財庫 就好像是我們一個聚寶盆 我們的保險庫一樣 今天你做了開放式的廚房 就代表你們家的保險庫 是打開的 是破洞的 這個叫做錢財漏白 所以錢進來之後 總是會有一些原因錢會出去 或是外借錢借出去了不還 或是被別人倒賬了 反正你只要有錢就會有事情 就會造成你錢財上的流失 那也許觀眾朋友就會質疑說 那外國人他們不都是開放式的廚房 那要怎麼來解釋這件事情 其實國情不同 對於用錢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各位有沒有覺得 我們中國人特別喜歡買房子 買了一間不夠 我可能我有了 然後還給小孩買 我有老二老三 我一個一個接著買 還有一個中國人特別愛存錢 我自己夠用不說 我還希望我走了之後 留一筆錢給小孩 外國人他是不一樣的 外國人對不動產的佔猶豫 不像中國人那麼強 他們只要有房子住就好了 不見得這個房子要我自己買 我租的其實我只要住的開心就好 而且他們對於錢夠用就好 所以你就看外國人 他們永遠都是這個月的薪水 來了之後再支付上個月的卡費 所以他們沒有留錢給孩子那樣的觀念 所以國情不一樣 對於錢財 那你說他有留到錢嗎 他每個月就這麼花掉 就自己享受掉了 所以國情不同 對於錢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但是開放式的廚房 真的就會造成我們錢財上的一個耗損 而且是莫名其妙的損 你怎麼流失的 你可能自己都說不出一個所謂染老 我們來看第二種煞氣 它叫做陽台外推 那麼它會造成的影響是貴人不盡 小人纏身 我們可能為了要爭取一些室內的面積 就把陽台推出去了 那有的人是推前陽台 有的人是推後陽台 更有的人好狠 他前後陽台都推 那麼陽台只要外推 它下面一定是懸空的 各位知道嗎 前陽台在風水來講 它代表是明堂 攸關著這一個屋子裡面的 男女主人的事業前途 包含了貴人運 可是一旦你陽台外推 懸空之後 就代表你的根基不勞 根基不勞 首先就是事業不穩定 那麼貴人也不會臨門 那麼後陽台往外推 後陽台也懸空了 後陽台有關我們的後靠 你沒有後靠了 所以小人也就入侵了 所以前後陽台一懸空 它就會造成我們事業上的危機 貴人不來 小人入侵 那當然我們的財運也就會受到影響 可是煞氣已經形成了 已經是開放式的 已經推了 那該怎麼辦呢 其實只要透過一些小小的擺設 你不用去花大錢 敲敲打打 你也不需要去掛一些符令 或是掛一些八卦鏡 那還可以保持你室內原來的完整的美 就可以把這些煞氣給化掉了 那到底是什麼法寶呢 很簡單 就是掛風水珠簾 各位知道嗎 其實風水珠簾掛上去之後 它可以調整我們室內的負能量 而且產生一種保護的氣渣 然後透過這些風水珠簾 它的一些流動 把氣場改變之後 它就可以化煞氣為財氣 甚至於財氣跟福氣 它也就來了 好 我們來看呢 第一個 就是這個珠簾上面 它必須要有五帝古銜 五帝古銜 來 各位來看一下 上面 它這個五帝錢古幣 它是藉由凝聚清朝五朝皇帝 它的一個氣運 然後呢 錢的五行呢 又屬金 金也代表財 它除了呢 可以化掉我們的室內的 這些不良的氣之外呢 其實它有正宅 避邪 然後呢 招財的一個效用 那除此之外呢 它還必須要有安康的葫蘆 它的特色呢 就是逢凶化吉轉煞為福 各位看看 這個就是葫蘆 其實葫蘆在中國的造型當中 它本來就是一個吉祥物 它度大口小 它除了吸煞氣 它也吸晦氣 它也吸病氣 它可以把我們室內 所有不良的氣場 全部給淨化掉 而且呢 它度大口小 它只淨 它是不出的 最後一個呢 它必須要有水滴的墜視 那它的效用就是 金水聚採 然後活絡我們的財源 這是第三個元素 開運元素 水滴的造型 然後呢 它串接著這個白珠子 其實呢 它最重要就是 在活絡我們財運的氣場 那必須呢 吻合這三大元素 那麼這個開運的珠聯 它才是真正發揮它的功能 那最後呢 老師要提醒大家 觀眾朋友千萬不要 因為你的 就是說環境的不允許 而不去做這件事情 比如說有的朋友會問說 老師那我們家開放式的廚房 根本就沒有門 你叫我怎麼掛這個門� 其實在風水來講 風水求一片 我要的是一片 只要在這個範圍之內 範圍之內 即便是窗戶 我掛在這裡都可以 你說風水求一片 它只要在這裡 並不是求一線 只要那一條線 一片它的範圍是很廣的 雖然說我在這個地方我沒有門 可是我旁邊呢 我可能會有窗戶 我就掛在窗戶上面 所以它是活絡的 氣場是活絡的 當你掛上去之後 這個氣的流動 所以它 這個也就是引動了它的一個 祈福的一個氣場 所以其實這個方法是非常的簡單 小小的一個動作 就改變了我們的煞氣 那這麼簡單 為什麼不做呢 那風水求一片 不是求一線的話 這個開放式廚房 這邊有對外窗也可以掛 這邊有什麼對內門也可以掛 都可以掛 反正是求這一片嘛 對 那我們這個陽台的話 怎麼掛呢 也就求一片 對 求一片 有適合的地方也就可以掛 只要在這個附近 哪怕它旁邊這裡有窗戶 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掛 對 甚至於我進門的門 在這個旁邊 其實也沒有問題的 是OK的 其實這個風水珠蓮 它除了化解煞氣之外 觀眾朋友如果說你們家 沒有剛剛我說的 這兩種煞氣 這麼好的一個風水珠蓮 它除了有開運的效果 它也有美化的功能 那為什麼不做呢 所以有煞氣的觀眾朋友 要改善你的家運 你一定要試試看 給他享受參考 好的 我們現在請Amanda老師 來幫我們塔羅牌占卜 看未來一個月 我們可以戰勝什麼 要小心選喔 這個攸關於你們打歌的秒數 你要好好的選 分數越高 唱得越久 分數越低 也許10秒 前面的伴奏都不夠 好不好 不要有壓力 我們就請現場的來賓 還有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我們評第一直覺 從1號到5號 任選一個數字 好 中佑 中佑選3號 楊哲4號 2號 2號 2號加1 1號 1號加1 來 未來一個月我可以戰勝什麼 那我們就先來看選到1號的 有這個關靜老師還有篤靈哥對不對 選到1號的 未來一個月我們能夠感情世界戰勝紛擾 也就是說抽到這張牌非常棒 有80分 恭喜抽到這張牌的朋友們 未來一個月就是在這種我們說 有伴侶的話 伴侶之間的互動會非常和樂 那如果單身的朋友呢 其實未來的一些這種我們說 人際關係 種種人脈啦 人際互動也都會非常的好 非常的棒 咱們兩位來賓的最後看 好啊 對 讓他們屁屁穿一下 而且80分的已經不見了 已經開出來了 那我們來看2號牌好不好 抽到2號的是 玉佩老師跟秀慧姐對不對 好 抽到2號呢 我們說 對 英雄把高分的都給人拿走 真的喔 沒有辦法手氣好 真的喔 有這個95分 所以這張牌真的是 未來一個月真的是 財運旺到不行 就是投資什麼賺什麼 就像不想投資走在路邊 有人推銷什麼東西 回去對個發票都能夠中獎 非常的棒 有95分 那接著呢 我們看沒有人選的對不對 就是5號牌 還有100分的對不對 對 5號牌沒有人 現場沒有人選嘛 那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們 如果選到5號牌的話呢 我們要恭喜你 未來一個月 心情愉悅 戰勝憂鬱 你們打歌都沒有選到100分 選到100分可以唱整條 真的 對 那我們就要恭喜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們了 因為我們說 其實每一個人 你說我們會求錢財 求事業 求感情 但是其實最重要的是 要身心和樂 每天能夠睡得安穩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抽到這張牌呢 代表著說你沒有任何煩惱的事情 這個心情非常喜悅 所以非常棒 有100分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先看誰的呢 我替他們冒冷汗的啦 對 好 我們先來看這個 好 來看忠祐選到的3號好不好 好 來看3號牌呢 我們說是 工作領域戰勝困難 有85分 85分 其實蠻好的 因為等於說一些工作上 職場上的這種種種挑戰困難 對到未來一個月呢 都能夠順利的克服 比方說專輯要賣的話 一定是這種鋪貨啦 或者是這種打歌 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觀眾朋友都會非常的喜歡的 恭喜有85分 所以等一下 忠祐可以唱85秒對不對 對 好 最後我們來看楊哲 楊哲抽到4號牌 以及電視前面的觀眾朋友們呢 我們說 身體健康戰勝疾病 非常棒 有90分 好 因為這張牌呢 其實是 任何身體上有一些小病小痛啦 或者是 我們想要 不管是你要健身瘦身 其實都能夠非常地如意 非常地成功 恭喜大家 來來來 我們節目最後呢 好玩大放鬆 我們要送出一組 畫百煞五地前 胡云株連 給一名幸運觀眾朋友 請上必須好好玩的 官方臉書粉絲頁 參加抽獎 我們來參加喔 我們謝謝老師 謝謝 也謝謝兩位來賓 謝謝 同事也根據你們的幸運的數字 是 我們一起來聽聽他們好聽的專輯的歌曲 好不好 好耶 同事也感謝你們的收看 下次等我們一起的影片 請準時收看 命運好好玩 拜拜 拜拜